欢迎收看说书女孩 大家好我是影子 说到X战警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有着各种各样超能力的变种人 而变种的背后则是隐喻着人类中的独特个性 炫耀着崇尚自由平等 反对种族歧视的普世价值 然而变种人中超能力大小也参差不齐 究竟谁强谁弱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X战警世界里超能力排名前9的变种人 第九名水智 水智又名解药 在X战警被水一战中 水智被软禁在沃辛顿实验室的隔离房间里 它的超能力是可以抑制任何超能力的正常发挥 包括变种人的超能力和魔法 以及外星人的超能力 但它的抑制只是暂时性的 而且有距离上的限制 通常10米以内才有效 而且当遇到其他物理效应 比如身体虚弱时 水智抑制超能力的能力也会随之削弱 第八名小淘气 小淘气又名罗刹女 小淘气可以通过肌肤接触 迅速改变他人的记忆 夺取对方的超能力甚至性命 在X战警第一部中 小淘气的这一超能力 写卸掉了金刚狼的命 同时金刚狼快速愈合的超能力 也传递给了小淘气 而在X战警逆转未来中 小淘气则在紧要关头 成功吸收了幻影猫的超能力 使得金刚狼的意念在过去的水工中顺利完成任务 拯救了濒临灭绝的变种人 第七名金刚狼 金刚狼本名罗根 拥有狼一般的洞察力和鹰一般的原始力 金刚狼的自愈能力十分强大 甚至毒物麻醉剂也无法在其体内产生相应的作用 正是因为金刚狼的这种超强自愈能力 才使得他能够忍受高温的爱德曼合金灌注入体内 冷却后的爱德曼金属代替了他原本的骨骼 原有的骨爪也被替换成了无剑不摧的钢爪 再加上金刚狼参加过多次战争 通过实战学习使他精通世界各地无数合必杀技 此外金刚狼的嗅觉已十分灵敏 他能够很快辨认出对方是敌是友 在X战警第一部中 金刚狼就快速辨别出了变换成暴风雨的魔星雨 要知道 魔星雨的变换能力连万次亡甚至天气都能瞒得过 第六名 X教授 X教授是X战警世界中最强大的心灵能力者 他无需通过身体接触便能阅读他人的思维 同时他也能通过其能力甚至控制他人的行动 在电影金刚狼三殊死一战中 晚年的X教授由于换了间歇性老年痴呆 时常难以控制自己的大脑 导致多位X战警成员丧命 X教授的大脑也因此被美国军方列为最具危险性的杀伤武器 可见其超能力之强大 第五名 死士 死士的能力强到灵人发指 他对独心能力具有免疫力 连X教授都不能把他怎么着 在电影金刚狼第一部中 死士几乎成为一个全能变种人 除了拥有快银一般的瞬间快速移动 他还拥有金刚狼同款的自愈能力 甚至还有一双能够收放自如的雷射眼睛 要知道 收放自如这一点 连雷射眼本人都难以做到 在最后紧要关头 如果不是金刚狼兄弟合力绞杀 根本不可能将死士打败 第四名 万磁王 万磁王的能力是控制任何形式的金属磁场 经过二战的残酷和人类对变种人的疯狂打击 万磁王极度憎恨人类中邪恶分子 然而万磁王的本性并不坏 相反他总是被不怀好意的恶人迫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在《X战警》系列电影中 万磁王未变主任乃至全人类的生存 曾多次做出不可谋略的贡献 除此之外 像扭断 转移金门大桥 掀起一整座体育场将白宫套在里面 都是他干的好事 就连X教授最得意的武器 脑波强化机 也是他年轻时的杰作 第三名 塞巴斯蒂安 肖 塞巴斯蒂安 肖的能力 是吸收身体所接触到的能量 并转化为自身使用 他曾是二战时期纳粹党卫军的头目 当年他当着少年万磁王的面 轻手杀害了万磁王的母亲 使得他彻底激起了万磁王 对自身超能力的认识和控制 同样也成为了万磁王不共戴天的仇人 在电影《X战警》第一战中 塞巴斯蒂安 肖被万磁王和X教授联手打败 第二名 天启 天启是公元前3600年的 Y级变种人 天启的能力包括物质重组 控制威力 能量发射 不劳不死等 同时他也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 在电影《X战警》天启中 天启想要毁灭世界重建秩序 最终在万磁王雷射眼暴风雨的压制下 被黑凤凰消灭 第一名 黑凤凰 黑凤凰就强 被黑凤凰的转发射 在凡凰之下 被黑凤凰就弃过来 被黑凤凰的转发射 火队 摩天启中 天启的凰的转发射